白苗 是查到那些 带走启魂猪的人的下落了吗 是 靠近西域这边的几人 我都已让曹锋去确认过 很遗憾 其中有两人已经过世了 此外 还有一个名幻老木的 滇月族人 但他已返回南疆 因此一时间 还无法获得确切消息 目前只查得 老木的故乡名为芒婉寨 未处南疆巷镇陵附近 老木 就是我们在 林阳道旧的那个人吧 那就由我们去确认吧 金钊 你眼睛不舒服 是啊 是啊 你左眼没事吧 你好像时常捂着他 其实 金钊 告诉石方他们没事的吧 我们都这么熟了 但 想必岳兄是顾旧的 那我先告辞了 祝各位一路顺风 赵燕 抱歉 可是我这只眼睛 实在有些不痛寻常 不好让太多人知道 无妨 多谢岳兄肯信任我 此事 我也会对埋名保密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金色的眼睛 好特别啊 很帅气吧 我在西域也见过几个鹰混血 而双铜异色的人 但金色的还是第一次看见 如此奇特的瞳孔 便是在妖泪中我也不曾见过 从三年前我醒来那时起 这只眼睛就这样了 平时这只眼睛 什么都看不见 要是见光久了 还会疼 可是 可是又是这只眼睛 却能看见未来的影像 未来影像 是啊 我们遇见什么很重要 或是很危险的事情前 今朝的左眼 大都能提前看见 很方便 之前我们寻找记忆的时候 也不知道从哪开始找 就是跟着今朝看见的东西 一路走的 对了 就是今朝看见我们在 银辉堡遇见昭炎 我们才去银辉堡的 这 当真神奇 莫非 也是鱼族护生的作用 可能吧 那你方才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朗木 还有之前 在封烟疫 见过的那个 使锤的小女孩 他在攻击我 他在攻击我 棋站在边上 好像是被人治住了 你们在我身后 好像都受了伤 这眼罩极构 好像不简单啊 我闪过了几次攻击 他一直紧追不舍 我就看到了这些 石方 对 你左眼见光久了会疼 既然今朝的左眼 有所预警 我们此行去南疆 寻找朗木 大家都多下小心 事不宜迟 我们这边出发吧 给你 我想在山上 再留一阵 再陪陪师父 你暂且独自平静一下也好 若有什么事 就发纸贺给我 那 明姑娘 我们留驾飞行器给你吧 你想撕出赛赛心的时候 也可以用 我选择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